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欢呼声 欢迎柯智安 今天柯智安真的是情情的感动 也是深深的感慨 四年前三伤肇事 每一场我都在 我在梦时代之前 我看过我们国民党的荣耀 我也在梦时代之前 我看过我们国民党的爱上 我从来不知道 四年之后 在历经的罢韩 在历经的补选 在历经的公投 高雄这么一场艰困的选战 是由一个当初做教的人 今天特别过来 刚才有人跟我说 民进党这么大 民进党这么大 你敢不怕 我请问在队的大家 你们都不怕 你不怕 我就不怕 台队的大家都不怕 怕就不怕 爱拚开牙对不对 对 柯智安今天承载的 不是柯智安对的 我承载的是所有 想要过好日子的高熟生活 所以我不会怕 我站在这个地方 每个人说我很勇敢 我的勇气 是大家的好望 我的打拼 因为我知道 你们都要聚在我旁边 我再会召下去 对吗 对 但今天 他跟我说 两年要召四年 但是想想看 这两年 我们高熟的年轻人 没去四万的人 我只要让他四年 我不知道高熟会存多年轻人 高熟就有众多的劳工 需要我们政府关爱的眼神 我去菜市 我去野市 我叫一个炒豆腐 我叫一个蚝蚝蚝 旁边的老板 会找一个地瓜 找一个白骨 他跟我说 你告诉我 真正是一筋做牌子 我去菜市 有很多买七菜的欧巴桑跟我说 你就要变了 这个都是别人对柯智安的期望 我想大家问一句话 柯熟你长江这两年来 你有千万过来比较好吗 有吗 有 心碎有比较好吗 有 这不是一个台积电来的 我看一看 这还有很多事情 我们要面对 但是现在 现在有没有要面对问题 他们只会想解决提出问题的 柯熟 高纬 天灯 八百 我们的自杀率 我们还有我们的低薪 我们人口的流失率 2017年 我刚查台中三百个人 现在我查台中七百个人 说实在 柯熟还是做得很好 是怎么我们白票的青年人留不住 这表示我们柯熟都有很多地方 需要我们来面对 高雄的荣耀在哪里 我最后不是在唱随市政府 我只要勇敢的面对 柯智希的两个小孩的妈妈 我在台下台中二三公里 我要面对我的孩子 我要面对我的学生 我始终如一的 真诚无误的 站在这个地方 我发誓 如果我有机会 能够盖担高雄 我一定会用我的教育 用我的专业 跟我站在第一线做人工作的态度 让我们高雄的孩子 绝对具有最大的国际竞争力 我绝对让我们所有高雄 不管是高雄县或高雄市 我一定要让他的职业平均 我一定让穷的孩子 你绝对有办法得到更好的照顾跟教育 这是身为一个教育人的章话 这是身为一个妈妈的章话 心给我机会 在人生最重要的意义当中 我再一次的发声 我再一次的承诺 我要把高雄的好 高雄的美 让全世界都看到 让全世界都看到 让全世界都看到高雄 民进党 他输去新宝 他输去台中 他买贴 他买贴 高雄是他的指标 你就要让他输去高雄 他输在他欢声 对不对 大家相信科真 科真是一个正派 青年 我以为在天上的火木槿发生 我以为两个孩子发生 我以为教育过25年来我的学生发生 我绝对有办法 而我们的高雄 我要告诉大家 高雄的未来不是未来的四年 高雄的未来是未来的十年跟二十年 对不对 对 让我们的教育翻转这一切 所以在这个地方 恳请所有的人 支持我们继承我们的一员 我们一定要让一会过半 让我们在面对梦时代的时候 让我们再次让我们的梦想起飞 让我们重新 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高雄的存在 可真在这边 恳光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